好 歡迎 雙聲報喜 今晚遲了一點 因為EUGEN 有一點不舒服 就在家裏做節目 就不上來工作室了 是呀 免得惹SIR 免得惹我 復仰 是呀 復仰 又重多次 九陽真經 九陽真經 不要緊 我和SIR會繼續做節目 SIR 真的是 唉 我想很多網友都要問 問什麼事? 上個星期跌到現在 越跌越深 我成交人不太大 一千億 是呀 一千億多一點 那就穿了250天線 其實一月的時候 即是復仰的時候 就上了250天線樓上 熬了四個月 終於又跌穿了 那麼今次 能否記得穩呢 還是還要沉底呢 是呀 真是的 其實呢 那個市場 我覺得它不應該這樣跌 是 但是不應該還不應該 它都是跌 最重要的就是 太多人看好了 因為個個都真的買牛剩 買完又買 買完又買 那麼你知道 那幫 那幫屠夫 當然是看到你買牛 那天就殺下來 是吧 那麼就殺穿了你那個 250天線 你背後就腳軟了 是吧 250天線都穿得了197 好像是 是吧 197 19731 290天線都穿得了 那幫人就腳軟了 那你今天收什麼價 196 幾萬9600多的 我先看看 是吧 19617 19617 19617 那你收19617 都是收在210天線下 那就不好 是 那我昨天我都覺得市場 真的有少少 不多拖的 因為呢 本來我是看好的 是 我也是 第一 成交勢 成交勢而下跌 還有那個沽空的比率大 是 所以那個勢真的不是那麼好的 是 但是我自己 我自己那個一廂情願 我自己的一廂情願 我覺得港股是 就是不應該跌到去哪裡 是 那我唯有就跟網友說 你如果是198買了196斬就算了 是啊 那196斬就算了 那就再看了 看看什麼價格才買回它 是 跌定先 我不知道會跌到去哪裡 我想 不知道 現在那些牛都還是很厲害 那些牛去到192、193都有的 是 因為就一路想 整個星期跌些什麼呢 但是又好像 沒有什麼負面或是來淡的 找了兩個 不知道阿sir怎麼看 第一個就是28號 就是日本那邊會加息 因為日本的通脹都3%多 都夠條件加息的了 加息日本 只是估計而已 是啊 但是就擔心直田 除了加息之外 就會放鎮 放鎮 就是 回到之前的YCC 那些會不會繼續 這樣就擔心 驅內的日圓就不斷加息 扯走那些錢 這樣 這個又成不成立 解不解解到 今個星期 由上個星期開始 講一遍跌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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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現在都不會停 這個又不是很 就是我又不覺得是很成立 因為直田 它根本就是 它根本不是鷹來的 它根本就是鴿來的 是 因為它YCC它不敢這麼動的 昨天我已經說了很大肩幅 已經說了你那個通脹 你在說3%多 你最高是1月的4.3% 其實你回落下來的 是啊 你回落下來的時候 你沒理由去改一個YCC 第一 回落下來的時候 你沒理由去加息這麼傻乎 要加你4.3% 就是4.30% 1月的CPI 但是你應該那個時候加 不應該在這個時候回落下來的時候加 是不是 是 這個只不過是市場不在那裡傳 有很多人傳到說 那日圓一定要升值 我不是很相信那日圓會 那日圓是兩邊走 我都說了1.30、1.35之間走來走去 那當然你上過差不多1.35 你回落下來1.32、1.33 什麼都不奇怪的 但是我不覺得那日圓會很多去哪裏 是 那日圓不會很多去哪裏 就是現在在找那個方向 但是我自己認為就不能去哪裏 那你說要加息我就不太相信了 4月28日加息我不太相信 那如果你說加息導致那個港股走藥呢 這件事又有一點點哪裏 那港股走藥幾樣東西的 第一technically它是穿了210天線 其實它穿了210天線呢 它昨天已經有跡象是要走藥 第一成交勢第二孤空比率大 那你如果成交勢而跌呢 就是告訴你這個市場沒有什麼成接力 那所以今天會再下跌多一下 第三個美股 美股又下跌了 昨天美股不是下跌很多 那下跌少許都會影響到你的 是啊 是不是 昨天美股其實昨天不是下跌的 昨天開出來是下跌而已 其實它不是下跌的 不過呢 是 美股昨天也升了上去的 是不是 是 它最後都是抽回上去的 那我覺得還有就是說 現在全的錢走 是啊 那銀行傑如 有些錢走 銀行傑如 500億左右都不夠 好像是 那就全的錢走 還有就是那個hyper上去了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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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業策息那個hyper上去了 是不是 是 那幾樣東西呢 全部都想按那個港股下來的 那我自己 那我建議給大家就是說 你不要看得那個港股這麼淡 是 那個港股應該就逢低買的 是啊 就當然我不知道它跌到去哪 我不會猜個底 我相信192193應該是差不多的了 不過如果你炒期指那些 那你就順著那個勢來做 今天開出來那個 那個 那個期指都是在力點下面 你會被沽的了 是不是 但是問題是 我覺得呢 大家不應該在這個時候 就去追沽的 反而呢 應該找些東西逢低買的 對 我也很建議 逢低撩的 逢低撩的 不用怕它 就撩咯 譬如19 195又撩一些 193又撩一些 190又撩一些 如果去到190的話 就撩一些 你找一些優質的股去罵 是 其實都不用怕 比如你騰訊 我們講一隻騰訊 因為這隻是主導 整個股市走勢 今天跌了2% 338 其實騰訊 在330 330 331 這些位置是買過 因為我覺得 330 330的支持是很大的 是 這些位置是買得過的 你擺定位置是買的 例如332 330 因為明天可能有親戚 又一隊下落 又一隊幾元 你便可以買到 是 那Sir 另一個因素 最近也有很多人說 就是美國債券的CDS 一抽到1.06 就怕 又說是十幾年美國CDS最高的位置 美國的債務危機又來了 金融海嘯都沒有那麼厲害 現在殺到近身 這樣 這件事 美國的CDS 是否又是這麼害怕 那些人是傳他 因為他債務危機 就是債務上限 都說不定 是啊 是啊 那個債務上限 共和民主黨兩個吵架 那你債務上限說不定 CDS一定抽上去 但如果CDS抽上去 那你美元又上 是啊 你美元又上 那你怎麼解釋 這全部都是矛盾來的 是 是不是 大哥你想一下 你看看那個美元 你那個歐元 那個歐元 這個今天做過1.1067 現在是1098多 是 突然間 780點下來 突然間跌780點下來 是不是 那個磅做過1.2507 現在是1.23多 是 那美元不斷地抽上去 稅子88半 89多 是 你不斷地抽上去 如果你CDS 你美元違約 你美債違約的時候 你誰去買美元 是啊 美元都扔你了 是不是 是 是 那為什麼美元違約 CDX抽上了0幾 你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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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抽上去呢 是 但是怎麼這麼奇怪呢 充滿矛盾 矛盾 你今天 你那個 你那個 CDX上不是今天上的 你昨晚已經上 如果你 你CDX上的時候 你的美債上 那為什麼你美股又臨 你抽上去呢 是 是 是 全部都是很矛盾 和很亂龍的東西 根本現在是 是 阿Sir就解釋了 哎 因為近來 美國的CDX 搞到那個人很害怕 很害怕就對了 那你很害怕 其實那個 那個美股是不是要跌呢 那個美股現在開出來跌 就是因為 又說傳它第二季那個 就是第一季那個 盈利不好 跟著呢 就說 有些傳媒又走出來傳 歐洲那個 Stock 500 還是300 那些全部都要回調 就是那個歐股 歐股全部要回調 那你見到今天那個歐股都是跌 就是 德國 法國 富士全部都跌的 是不是 西班牙 意大利 全部都跌的 那是呀 是跌 那你傳出來跌 那拉著我美股下去 你不 你不排除 我美股美股又抽上去 這陣子 你睡覺它就抽上去的 是 是不是睡覺抽上去之後 第二天又再去對 那是不是在出火 真的不知道 但是你如果走在空的時候 睡醒你又會輸錢 是 那我不覺得 就是我自己就不太覺得那個 港股是要跌 就是當然它現在是跌著 但是它是由 它是由這個開出來大概2萬點左右 跌到現在跌到500點左右 是不是 是啊 是 500點 就當是跌600 是跌600點 600點的港股是什麼 是 所以 大家我覺得這個港股是 所以 就是一個medium term來講 是要買 就是要找些港股來買的 就是 就是 炒的 purpose 不是為 Fundamental Fundamental全世界都不好的 是 Fundamental 美國又不好 歐洲又不好全世界都不好 是為炒的 purpose 我覺得你應該是 找些優質 就是被優質的股票來買 或者是自己 拿回一張期指 就是低一點就拿回一張 就是分開來拿 是不是 是 譬如你195又拿 198拿都不要緊的 198拿就拿了 我叫你196走 你196走了 你195又拿 193又拿 191、190又拿 就是分開來拿 我覺得它應該是上回207 至212 這些位置 就是去到5月 5月中之前 我覺得應該是這樣 是 我很同意 因為近來最大的陰影 就是 都不知道跌什麼 阿Sir 不知道跌什麼 是 如果你說有個 好像之前那樣 SVB又瑞信那樣 爆 跌了這些 那這個星期 跌了一千多點 大家都不知道跌什麼 大家都不知道跌什麼 又很低的成交 就真的指數跌了下去 大家想 想到陰謀論 有什麼事情發生 中美貿易 中美制裁 並不斷想下去 所以我都同意 有一點點過分 過分 和你一樣 那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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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傳這個 FIRST REPUBLIC BANG 的股價 是 是 又說美國的收縮信貸 是 不是很行 那你 傳來傳去 傳來傳去 你解釋不到 為什麼美元升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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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你美國真是很不行的 你不要說美元升 那你香港 那些東西加加賣賣 又說走資 走資走了很久 大哥 有四千億的銀行結餘 剩下五百億 是 已經走了很久 這個走資 那你的hyper升 那hyper一定要升 是不是 那hyper為什麼不升 別人加息 都加到去 整個五厘了 已經 是吧 那你的hyper還是在一厘多 是 那些走資 還走得快 是 是吧 那這些很多東西 都是 很多東西 還有你內地的股市 又無緣無故 又掉下來 無緣無故 你整天 好像跌不停 那樣 那今天有少許跡象了 那內地的股市 本來全部都跌超過1%的 是 護森這個上升 跌超過1% 那你不要 你不要理那個深正深誠 因為它那個創業板 曾經都跌2%以上 是吧 就是那個 什麼板 那個做Tech那個板 創業板 創業板 大陸那個 是的 那你現在有少許跡象 就是你那個 內地的股市回穩 因為它跌超 它曾經跌超過1% 收就收跌0.5% 上升跌0.3% 美股市回穩 那你那個美股 開出來跌 那你那個 夜期當然是跟著跌的 夜期哪有運行 夜期日頭還能頂得住 你晚上就頂不住了 夜晚黑 是啊 是吧 那你所以晚上也頂不住 可能 可能在這個 在這樣的期間 如果你美股今晚 晚上抽不到上去 如果都是跌回 一百幾十點的道指 或者什麼時候 明天開出來 國港記又被人揣揣 你的牛殺了 差不多了 是 那阿sir 你怎麼猜這個月那個 期子結算呢 都是低位結的 會不會有機會抽高一點來結一下呢 大家好 我是王冠一 每個人都叫我王sir 現在加入我的Patreon 就可以率先知道我獨家對市場的分析 Patreon會員將會享有專屬限定內容 每星期的獨家影片和文章 為你分析環球投資市場 還會以宏觀角度 對股市、外匯、債券、商品資源等市場 作前瞻性的分析 每月直播 我會和侯天堂師傅 輕鬆唱談環球經濟和玄學的知識 還可以用會員優惠價參加我的Webinar 小小的付出 隨時為你帶來意想不到的回報 立即加入我的Patreon 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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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嗎